全城最后一处避难所也被一种人攻陷 只剩下几位幸存者 还在辛苦找寻怪物的藏身之所 他们能否成功翻盘 大家好 我是阿琪 今天继续带来黑洞第11集 上集说到为了研究治疗黑烟和一种人解药 而滥杀无辜的华医生 怀疑华善身上可能会有抗体 于是想要抓住他切片研究 好在阿泰和唠嫖及时赶到阻止了他 谁知这时 出手怪突然出现 一击之命结束了他的生命 他还想继续攻击阿泰等人 无意插入叶弹中受到不小的伤害 凄惨的哀嚎身 连华善和神女都跟着痛苦不堪 出手怪逃走后没多久 小林突然出现询问大家状况 这让华善立即起来疑心 出手怪出现时 谁不在场谁最有可能是宿主 好在金老师及时出现 说他刚刚和小林在一起 不应该怀疑他 不过看金老师样子应该是在撒谎 随后几个主要站立又坐在一起商量对策 阿泰想到怪物的弱点是不是叶弹 金老师立即反驳 叶弹属于超低温物质 对什么东西都能造成足够伤害 华善一直想找到怪物宿主是谁 他提出一个办法 利用叶弹在怀疑对象身上试一试 怪物只要再受到伤害 他就能感应到 可问题是仅有的一罐叶弹已经破坏了 想要重新获得的话得去皮肤科才行 那里是经常使用叶弹的场所 于是华善去找医院布局图 恰好在药房发现小林像是在找寻什么 小林有些惊慌 说自己在找纱布就匆匆离开了 华善一脸的不相信 他怀疑小林就是怪物宿主 果不其然 小林独自一人来到卫生间 用刚刚找到的烫伤药 在手臂上涂抹伤口 刚刚受伤的出手就是他 金老师找到华善 劝说他打消对小林的质疑 表现出来的样子像是对小林有些过分袒护 华善刑警出身 自然也看出金老师的一样 询问后才知道 撞死小林父亲的 正是金老师的父亲区长达人 他之前是知道这一真相的 不过当时选择了隐瞒 现在十分后悔 所以想要做些什么来补偿小林 金老师看过小林写的日记本 里面记录了他所有仇事的人 不过都已经被怪物杀死 或者变成了一种人 金医生似乎也猜到小林和怪物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一个劲地劝说小林不要被仇恨所蒙蔽 并且默默袒护着他 可华善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只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而已 随后他就和阿泰老朴三人 组队去皮肤哥找耶旦 目的地距离现在的位置有些远 需要穿过隔离区才能到达 中途遇到了鬼鬼祟祟的阿强 对方见到老朴和阿泰在一起 嘲讽老朴还没向阿泰坦白吗 老朴之前因为欠了赌债 被阿强逼迫陷害阿泰 导致他离开了警局 现在确实有些心虚 支支吾吾一直没敢搭话 阿强也没点破 看了老朴一眼就离开了 这个阿强也是一肚子坏水 一直看阿泰不爽 在大厅中借着大神死亡的事 挑唆众人和阿泰老朴一行人作对 还特意截取了部分视频录像 伪装成阿泰他们跟随这大神 进入兵阵时将他杀害的场景 这些教徒没什么主见 看完视频后个个都义愤填膺 纷纷去找武器要找阿泰他们算账 找寻耶弹的华山三人非常顺利 很快就到了皮肤科 不过这里似乎被人做了手脚 所有的耶弹都遭到破坏 几人还来不及沮丧 就发现大量一种人冲了过来 老朴反应很快 立即关起大门 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几个人被困在里面迟早试个死 他们有些纳闷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一种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神女搞的鬼 他总觉得自己唯一神星代言人的地位 受到威胁 做事越来越疯狂 为了对付华山 居然来到阳台 将隔离在外的所有一种人 全都放了进来 这时老朴良心发现 表示自己出去引开一种人 让阿泰和华山趁机跑路 他总觉得对不起阿泰 将自己被逼诬陷阿泰的事 也说了出来 像是交代临终遗言 阿泰连忙阻止 这时华山推着一张病床出现 几人合力将房间门撞开 连带着一种人也被撞得人压麻烦 趁着这个机会 将铃心一种人摆平 三人顺利逃了出去 不过紧接着 新的麻烦又出现了 神女挟持小赵出现在他们面前 小赵一个劲地痛哭流涕 满脸悔恨 原来皮肤科的液氮都是他破坏的 但他有着不得不做的理由 妻子自从吸入黑烟后 一直处于极度惊恐中 生怕变成一种人伤害到宝宝 小赵只能不停地安慰鼓励 妻子每天都支撑得好痛苦 直到今天神女找到小赵 犹如恶魔一般诱惑他 只要去皮肤科破坏液氮 就能得到防止变异的方法 这时小润突然出现 大叫着放开叔叔 神女一个没注意 被小赵抢走匕首捅伤了腰部 小赵没有再攻击 而是一个近的逼问防止变异的方法 不过时间已经来不及 外面大量一种人已经冲了过来 阿太几人不得不将小赵拖走 华山回到住院部 立即找到小赵妻子 劝为他黑夜没什么好怕的 只要足够坚强就能防止变异 忽然华山脑袋一晕 看到金老师被一种人盯上了 于是立马和阿太前去支援 金老师之前看到小林鬼鬼祟祟 于是便偷偷跟了上去 来到一间库房内 谁知小林没看到 反而遇到已经变异的李老师 起初金老师被揍得不成样 好在他捡到一根铁棍 战斗力爆表 最后将李老师活活打死 这时小林出现了 原来金老师也在他的必杀名单中 他知道金老师和自己父亲的死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他且选择了隐瞒 也算是一种伪善 那就必须死 接着一根触手伸了过来 刺穿了金老师身体 等华山和阿太来到库房时 金老师的尸体已经凉透了 不远处有个日记本 华山认出是小林的 里面详细记录了 小林被触手怪占据的过程 以及所有欺负过小林的人 人名上都画了叉 他们全都被触手怪杀死了 华山也终于确认 小林就是怪物宿主 所有罪恶都源于他 华山和阿太立马出发 准备去找小林 随之在半路上 遇到一个幸存者在哭泣 华山有种不好的预感 跟着他来到大厅 发现这里已经成了人间炼狱 所有幸存者都躺在雪坡中 一动不动 就连神旅都没能幸免于难 就在几分钟前 神旅放出的一种人 也全部来到大厅 向这里的幸存者包了饺子 这些信徒毫无战力可言 在一种人面前 只有被屠杀的份 只有这个女子比较机灵 早早离开大厅逃过一劫 其实这些信徒 在黑洞看来已经毫无作用 尤其是神旅 一再违背她的命令 小林亲自来到神旅面前 控制出手怪 刺穿了她的脑袋 神旅和她的教徒 终于完蛋了 其实阿琪觉得 这神旅和信徒的戏份 除了拖沓剧情 其他一点作用都没有 好在此的人都是信徒 华山并未如何动容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 且让她不寒而栗 只见墙面上写着一排字 我和小润在等你 华山立刻朝着住院部跑去 果然找不到小润的身影 只看到天花板上有个大洞 应该是触手怪 从这里将她抓走的 从老朴口中得知 就在前不久 有一种人想要强行闯进来 老朴战斗力有点弱 只能阻挡一只一种人 剩下的一只 居然直接来到 小赵妻子的病房中 好在小赵及时出现 将她扑倒 不过她根本不是一种人对手 眼看就要断气 一直在旁护着孩子的妻子 拿起剪刀将一种人刺死 不过她的眼睛也变得漆黑 显然是要变异 好在小赵及时将她抱在怀中 不停地安慰 将她再次拉拉回来 老朴摆平了一种人 立马赶拉过来 所有人都无恙 可是小润却不见了 华山突然脑袋一晕 发现触手怪的位置 就在他们之前看过的花工厂中 华山知道 这个花工厂里 还有别的新存者 此时正有个奇怪的人 在搬运尸体 几乎已经填满了房间 本集结束 下期将是本局的大结局 想必最终战场 就是在这个花工厂里了 喜欢的朋友 千万别错过哦